优优历史长河中 无数名城贤财 曾给岁月留下了一抹亮色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河北的一个县 这个县是文化底蕴十分雄厚的千年古镇 向来都有北方三雄镇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之称 它就是郑定县 郑定县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 是因为无数名人曾为此立下了汉马功劳 说起郑定县 想必大多数人都会想起曾经称帝的赵驼 没错 这是赵驼的故乡 赵驼原为秦朝的将领 而后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他又想着手平定南越地区 这时候 赵驼与镇销领旨攻打南越 代笔五十万 要知道 秦军向来都是骁勇善战 拿下百越纵然不在话下 果不其然 之后轻易地攻占了南越 南越从此被纳入了秦朝的版图 而赵驼和任香 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南越诸侯的郡主 安稳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 秦始皇去世 秦二世上台 因为他的暴政 引起陈胜吴皇起义 秦朝不久就陷入了危急局面 秦二世实在没有办法应对 想起南越的任香和赵驼 便派使者来到这里 希望他们可以回朝救急 但是一切并没有像秦二世想象的那么简单 经过一番思量 赵驼和任香婉拒了他的请求 不是因为不想帮助秦二世 只是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首先对于朝廷而言 任香赵驼并不知道现在的局势如何 如果就这样 单凭这使者的几句话就冒昧带兵回朝 说不定会帮道忙 其次 倘若此刻回朝 那么南越政权怎么办 这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 就这样没了 会遗憾一辈子的 他们拒绝了秦二世的请求 对于朝廷中的人来说 任香和赵驼就是叛徒 对国不仁不义 但是他们没有退路了 眼前的局面对自己越来越不利 于是两个人决定封锁所有的道路 自己在南越地区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土 自此以后朝中骂声不断 大家都认定这两个人想要谋反 可换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并不是叛徒 倘若不是他们一直入手在南越 说不定那里早已经一片混乱 而后汉高祖建立了西汉 他心心念念想要将南越收归自己所有 于是也派人去找赵驼商议 汉高祖提出的条件就是 如果赵驼俯首称臣 那么他将授封南越王 考虑到南越今后的发展 赵驼同意了 但是刘邦死后 吕厚专政 他极力打压南越 停止边关贸易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南越 更加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 吕厚还派人到赵驼的老家河北甄定 决毁了其父母的种木 消除了他的兄弟宗族 赵驼得知这些 被逼到了绝境 人往往被逼到了一定地步 就全力大爆发 他在南越再次称帝 始称南越无地 吕厚听说赵驼这个消息后 非常生气 便派兵南下攻打南越国 赵驼也派重兵把手 射在越城岭的关口 与汉军对抗 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年多 而后 吕厚生病去世 刘恒继位 这场战争才稍有停歇 要知道 汉文帝刘恒是一代明军 懂得体恤百姓 这时 赵驼主动向西汉王朝表示和解 他上书汉文帝 要求汉文帝帮他寻求辅内兄弟 还请求罢免汉朝派驻在长沙国 监视南越国的两位将军 汉文帝接到上书后 派人休置了赵驼在珍定老家的祖先种木 并派人看守 定时祭祀 又派人寻访赵驼的亲属 封他的兄弟等人围观等等 要知道 历史上从没有过皇帝 为谁家族建墓的事情发生 赵驼是第一个 赵驼着实感动 最后同意俯首称臣汉文帝 并永世不造反 当然 除了赵驼之外 历史上 郑定还孕育出很多贤才之人 比如说 武神赵子龙 范仲淹 李稿等人 不得不说 郑定县为华夏民族 培养出众多贤良之人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说 历史上像郑定县一样 培养出如此多名人的 真的少之又少